印尼出動小型無人機 以及警方水泡車抗疫 在首都雅加達工作人員 星期六利用小型無人機 在2.5公里的範圍 噴灑消毒劑幾個小時 由於不少民眾 響應當局呼籲留在家裡 令行動得而順利進行 而在其他城市 當局出動警方水泡車 在街上噴射消毒劑 印尼的新型肺炎確診個案 增至1200多宗 死亡人數增加到114人 一手掌握有線新聞